不管是現場挑選或網路訂來取貨 走出店認真滿載而歸 本來就不容易到手 接下來也很難說買就買 民眾大排長龍為了買鳳梨素當作伴手禮 不過現在 現在因為鳳梨的那一線原物料短缺 所以在網路上沒辦法下訂單 家德臉書公告非常抱歉 原物料供應問題暫時關閉網路訂購 但已經下單則不受影響 而門市每日限量供應售完為止 預計12月初才能正常供貨 因為我們有聽說會排長龍 所以想說如果網上可以訂會更方便 因為遊客會需要感行程的那種感覺吧 那從今天開始就沒有辦法接單 然後預計是到月底 如果是提早的話就會提早通知 世界210一家中央工廠 可以看到店員們正在製作訂單 而業者也透露他們的內線土鳳梨 成本上漲1到2% 三桶鳳梨酥80%土鳳梨 20%的冬瓜餡製作而成 中秋過後訂單不減反增 之前疫情就漲了四波 都沒有掉下來 那我們現在中秋的時候 蛋啊 麵粉還有鳳梨餡 都漲大概1到2% 其他高餅店像離計 鳳梨將內餡確實有缺 但有長期配合的廠商 所以不受影響 而小攀鳳梨酥因為原物料上漲 1到2% 接下來兩個月內會再觀察考慮漲價 三立新聞參與直樓配於台北 再觀察到 再觀察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